今次《透光者》這個MV 非常有深奧的奧妙 為什麼Royden先生會選擇拍攝的方式呢 看完份詞 我又感受到 寫的位置或表演時是很孤獨 自己很有內在的東西 很有自信的 但是偏偏你喜歡那位對象也好 你有興趣的對象 偏偏看不到你這個特質 所以就覺得好像很孤獨 我們第一次見 真實我從來不認識GiGi 因為我的年紀相差一大節 但是原來跟你合作起來 我覺得很交流 你對這支MV有什麼感受 我拍攝的 我覺得其實很特別 因為我的作品其實不算是很多 暫時來說 所以今次這個MV 其實給我一些啟發 也可以去學習到很多事情 整件事都非常開心 因為其實我很喜歡拍攝的感覺 是因為覺得 大家不是一朝半宅可以相處到 一定不是一小時兩個小時可以搞定的 所以我覺得在時間的過程之中 可以培養感情 就好像和整首歌有一個很大的對比 然後其實這首歌請了兩位芭蕾舞者 他們是白天鵝 而我整身黑就很明顯是黑天鵝 但是其實這個MV裡面 其實我都很想好像他們這麼古典 這麼優雅 但是這個黑天鵝想去迎合別人 就很想他自己都很古典很優雅 但是其實每個人的性格都不一樣 所以每個人都要做自己的黑天鵝 或者白天鵝 構成就變成灰天鵝 所以做自己 未必別人好的東西你就好 可能你自己都是自己最好的那個 每個人在自己的領域裡面 都是最好的 很感謝Roydon先生的這個合作 感謝這個機會感恩 很多事情很神奇的 我自己感覺到 所以今天所有發生的事情 我們拍到的事情 全部是我們之前 我在剛才接觸到這個項目 其實很想做到的一件事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